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八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我们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政治有关的消息 议长南希佩洛西在今天表示 在对川普总统的病毒诊断表示担忧的情况下 民主党人将于周五举行活动并且讨论第二十五修正案 他表示明天对了明天来这里 我们将讨论第二十五修正案 但这不是为了转移我们现在主题的注意力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于可能的冠状病毒刺激计划问题时 这样表示 当被追问是否佩洛西认为现在是时候援引总统继承第二十五修正案时 他拒绝提供明确的答复 答案是讨论与他所说的白宫在川普健康问题上缺乏透明度有关 他说我今天不想谈这个问题 除了告诉你 如果你想谈这个问题我们明天见 但是现在我回到我的观点 总统先生你上一次检测呈阳性之前的阴性是什么时候 为什么白宫不告诉国家这个重要事实 这如何让白宫成为了传染热点 而佩洛西的办公室没有立即回应国会山有关于周五活动细节的评论请求 川普总统周五被宣布确诊冠状病毒 而随后几天白宫的工作人员竞选助手以及外部顾问 也慢慢宣布他们感染病毒 议长佩洛西在今天表示 在人们对于川普总统的诊断结果感到担忧的情况下 第25修正案已经是必要的讨论主题 周四有报道表示 最近几天总共有三十四位白宫工作人员 还有其他联络人感染了冠状病毒 而川普总统从上周五到周一 一直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 有四天的时间接受各种病毒治疗 包括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的治疗 在治疗过程中他曾经被补充氧气 而他周一返回白宫 但是面临批评 离开住所周二在椭圆形办公室工作 与其他工作人员互动 但是他可能仍然具有传染性 总统的医生已经多次向媒体介绍情况 并发布了几份备忘录 提供川普健康状况的最新情况 包括详细介绍他所服用的药物种类 而周三白宫医生报告表示 总统已经二十四个小时没有症状 但是白宫医生康里也回避了一些有关于总统健康的问题 而受到批评 包括总统是否吸氧 最后一次阴性检测是什么时候 以及总统是否在负压室等问题 川普总统近日在推特上面发布了一连串的视频 表示从开始治疗后感觉明显好转 而周四上午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采访时表示 我感觉很完美没有什么问题 佩洛西过去多次对于川普总统进行尖锐攻击 五月曾经一度说川普总统病态肥胖 导致总统回击一掌 说他很恶心 而佩洛西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没有就周五的视线提供更多细节 只是说总统现在的状态我们应该说是在不断变化之中 而说到不断变化的还有有关于竞选的日程 之前川普方面与拜登方面针对下一次辩论是否将以远程举行展开了争辩 拜登方面表示应该以远程方面举行 而这样的决定也得到了总统辩论委员会的支持 但是川普总统的竞选经理表示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样将不公平 拜登有可能使用助听设备 或者是有可能有场外帮助 而在今天晚些时候拜登方面表示 有可能把辩论推迟一周在十月二十二日进行 这样就可以亲临现场 而川普总统的竞选经理则发表声明 说他们同意将第二场辩论推迟一周 以便能够亲临现场 在声明中他们表示 我们同意这场辩论应该在十月二十二日进行 而相应的第三场辩论应该推后一周到十月二十九日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跟白宫内外有关的消息 麦康奈尔今天表示 从八月六日开始就没有去过白宫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 他们处理疫情的方法和我们的不同 我建议做我们在参议院做的事情 就是戴上口罩保持社交隔离 这样的一番话引起外界关注 因为这算是直接批评白宫方面应对疫情不利 而白宫方面应对疫情的最高统帅正是川普总统本人 另外有趣的是国务卿蓬佩奥在自己个人的官方认证推特上面 发了一条推文 其中写到美国第一并且附上了美国国旗的标志 但是贴出的图片中却只有他与彭斯副总统两个人 没有川普总统 引起外界关注 认为蓬佩奥是不是含蓄地在表达什么样的信息 但是有趣的是 这张图并没有贴在蓬佩奥作为国务卿的官方推特上面 而是他自己个人的推特上 在个人推特上他经常介绍有关于家庭的各种聚会情况 还会贴出自己的宠物照片 现在蓬佩奥国务卿没有回复有关于为什么要发布这样一张照片的持平请求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密歇根州有关的消息 联邦调查局周四宣布有六名男子被捕 被控与一个民兵组织密谋绑架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有关 联邦调查局表示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曾经讨论推翻政府 根据联邦法院提交并于周四解封的刑事库送书 这些人至少从夏天开始就在讨论劫持民主党州长惠特默女士来作为人质 其中几位男子曾谈到要建立一个他们认为可以自给自足的社会 其中一个人说要组织二百人冲进密歇根州蓝芯市的州政府大楼 而FBI的特工在刑事库送书中说 这些人在夏天聚集在一起进行枪械训练战斗演习并试图制造炸药 在七月其中一位男子表示 该团伙应该将惠特默女士作为人质 并将她转移到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安全地点进行审判 根据投诉该团伙成员在八月和九日监视了她的度假屋 他们表示要在十一月总统选举前将她扣为人质 FBI说他相信这些人计划在本周购买炸药 以便进行他们的尝试 刑事申诉出的一些信息来自FBI所截获的加密信息 以及卧底探员和秘密线人 所有六位男子其中五人住在密歇根州 一人住在特拉华州 被控串谋实施绑架 可以判处终身监禁 预计更多细节将在周四晚些时候与州总检察长举行的联合发布会上公布 而再要为您知道的是二0二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二0一九年诺贝尔文学奖是由奥地利的作家汉德克 获得殊荣的 而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美国女士人葛律科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介绍 女士人葛律科获得二0二0年诺贝尔文学奖 是因为她从神话和经典素材汲取灵感 并以童年和家庭生活作为创作主题 而创作了重要的作品 根据瑞典学院的评论 她以铿锵有力的诗语声音普质美感 让个体存在具有普遍性 葛律科以诗集野员委 于一九九三年获得了普利茨诗歌奖 并于二零一四年以诗集贞结之夜获得了国家图书奖 二零一五年的时候 葛律科与时任总统奥巴马颁发国家人文奖章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马姆表示 她在公开宣布得主之前已经与葛律科通电话 马姆告诉记者 葛律科获奖时感到很惊讶 其实她并非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热门人选 但是在公布获奖人不久前 她在博弈网站中的赔率骤降 诺贝尔委员会的主席奥尔森对于葛律科在美国境外比较不出名 而且作品没有被翻译成 许多其他的语言感到惋惜 她是诺贝尔文学奖过去十年来的第四位女性得主 而且是一九零一年诺贝尔文学奖首度颁发以来的第十六位得奖女作家 现在医学奖物理学奖还有化学奖得主在五日六日和七日已经出路 在明天将继续揭晓和平奖的赢家 而经济学奖得主将于下周一十二日公布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节目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